孙小空和他的马子 竟然想把小白龙给剖腹产 竟是因为小白龙吃了唐僧的六位帝皇丸 坏了 空空咱们的行李 也被那妖怪给吞掉了 我看尽了 这个怎么办才好 救 救命 空我 救命 你特么的不会游 装什么十三 师傅你不会游泳 你还跳下去干嘛 为师这不是着急吗 箱子里可是有为师的六位帝皇丸 师傅别急 我马子是降龙大师 这活他有经验 你等着 马子是什么 降龙大师是谁 降龙罗汉马 这死猴子要做什么 孙小空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找我干嘛呀 孙小空现在那么厉害 难不成还有妖怪拿不下 空空 你说你马子是降龙大师 就是这个小妹妹吗 降龙大师 我跟你讲 这水潭里有条不知道什么龙 吃了我们行李 你把他剖腹产把行李给我们取出来 这活你有经验 交给你 好啊好啊 这活我最喜欢干了 妈呀 咋来个比孙小空还狠的主 嘿嘿 怎么样 我够不够厉害 真棒 奖励你的 哎呀 死猴子 我娘说了 不能跟异性有这样的接触 除非 反正你以后再这样 我就不理你了 更萌了 爱了爱了 这么厉害的吗 小子 我乃齐天大圣 绿帝老君都是我哥们 你敢吃我的吗 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流年不利 祸不单行啊 我吐 吐出来 大圣饶命 哪吒饶命 整那么麻烦干嘛 直接宰了他剥皮抽筋 然后我们吃龙肉 不是更美滋滋 慢 慢着 我是七海龙公三太子 我受观音菩萨指点 再次等候大圣与圣僧取经 这嘴抛比贫僧还能捞啊 我他喵的也是害怕极了 你吃孙小空的马 我天天宰了你 你没人敢说什么 见过观音菩萨 见过观音姐姐 阿米格豆腐 这龙犯了重罪 是我亲见御地 讨他下来 叫他与三藏做个角力 他怎么反吃了三藏的马呢 别说那些虚的 这是不关你的事 赶紧回你的南海睡觉去 哎 空空 你怎么能这么跟观音姐姐说话呢 虽然确实不关姐姐的事 但做人要有礼貌 我真是的谢谢你 那东土来的繁马 怎能到灵山 不若就让这小白龙 变做马匹 给三藏当做角力 一来是赔偿托了你的马匹 二来也可以助你们一番 旺财你不能死啊 旺财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对我有情有义 我对不起你啊 旺财 哎呦我去 好感人啊 玩犊子了 这货又要讹诈了 玩犊子了 他居然和这匹马的感情 这么好 阿弥陀佛 山哉山哉 贫僧这就为汪财超度 你们两个是个什么奇葩 好像啊 演技说来就来 直接就爆发了出来 太精彩了 我现在手养想给他送金丹 怎么办 现在不好办 有那么多人跟着 而且还有观音 要不我们送到花果山 然后留个纸条 让他们交给孙小空 直说吧 你是不是准备鹅金丹 菩萨 你好狠的人 我的旺财尸骨未寒 你居然说出来这种话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两百 你有没有搞错 他可是我的 至爱亲朋 手足兄弟啊 用手足帮尸骨未寒